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今天的稳超圣节节目 那当然今天的话是8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所以说这个请投资朋友们 等一下说这个大盘收完盘之后 它后面的一个买卖超 这个8月 也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你可以稍微浏览一下 浏览一下 这个第一个交易日的话 外资投信法人 他们比较喜欢去布局哪一些的股票 这个我相信这个地方有美感 那对大家的一个操作比较会有帮助 尤其是有一些这个投资人 喜欢说去操作这种大型股的 其实从每一个月第一个交易日 或是说每三个月季报开始的时候的 第一个交易日里面就看一下 大概都看得出来这些外资法人 未来的一个动向 那当然今天上面 盘面上面你要注意到 注意到什么 你看现在的成交量几乎都是很小 今天只有1700多亿 那成交量小代表什么 代表会起的都是小支的 小型的 比较好拉的 不然就是强很强的 那你看今天涨停板加速 大概维持在37加 有7加是属于一个钢铁股 也就是今天这个大盘主要上涨的一个族群 除了航运类股以外 绝大多数就是金融包含 你所看到的钢铁股 钢铁股涨幅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钢铁股 这个叫大盘的一个 对不对加全指数 如果说你看到钢铁股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跌不下去的 跌不下去今天开始补量上工 所以说今天的钢铁股 其实你不管是买巨亨 买中钢购买夜星 买海光威势加大 这个官田钢 今天都是亮灯涨停板 但是请你去注意到 钢铁类股在未来的走势里面 有没有延续性 一般而言这个反弹 往上走的话 应该都会走两到三天 这是岩老师的看法 当然有些人他 不大喜欢做这些传产股 他喜欢做一些点租购 这个也OK 你不管是买电子股买小型股 只要能够赚得到钱 我认为这个操作 都是OK的 但是请记得 八月份的操作 赚10%跟赚50% 甚至说买到标股 可以倍数翻 这个级别上面 差别非常非常大 你看到现在的大盘 成交量只有1700亿 你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但是你如果说到了月底之后 8月底之后 你会发现可能有些股票 它的涨跌幅 可能这个距离会慢慢的拉大 慢慢的拉大 严老师一样看好未来的元宇宙干年谷 我认为元宇宙干年谷是上个月很好 8月份会更好 年底之前会更好 因为他们是一个波段的一个涨幅 所以说你手中可能有威胜的 今天再创一个波段新高吗 你手中可能有宏达电的 你也期望说它未来会大涨 我相信这个有时候眼光要看远一点 要看长一点 这个叫做一个 眼光如果远大的话 自然你得到的就越多了 当然今天的盘面上面 你就觉得说 老师好像没什么标的 没有错 除了钢铁股以外都是小型股 但是在本节目里面应该都有讲过 在本节目里面应该都有讲过 其实老师在节目里面 其实不是说要跟你做生 我觉得做生意没有必要 我最主要是说要跟大家互动一下 这个沟通一下 你们对于这个台股操作的一个逻辑跟想法 我认为说只有改变你的逻辑跟你的看法 对于你未来的操作上面 这个帮助性会比较大 当然这个8月1号今天 在今天真的很多的人 来参加严老师的这个家族 老师这边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 真的真的非常感谢 对严老师的一个厚爱 他们参加的目的几乎 都是单股所单 那100万可能就是做一档股票 做完这档股票我再做下一支 那当然今天可能没有进场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没有进场 因为我们很多的股票已经卡位已经成功了 已经卡位成功了 很多股票现在创新高 但是我们都没有卖 那新的会员你可能最近参加的 你可能要等个一天 一天就好了 从明天开始有新的股票 我们这批新的会员 就会开始进场 进行所谓的单股所单 所以说不要急 操作的一个部分 看准以后再出手 不是每天出手 也不要去做所谓的过度的一个操作 这心平气和 逻辑观念要非常清楚 那老师还是要强调 100万只操作一档股票 一定要进行所谓的重压的一个动作 那今天有几张简讯好不好 我们今天来稍微的参考一下好不好 这个是7月22号的简讯好不好 我不是跟你讲说这种简讯赚多少钱 这种简讯这档股票是高价股 它在创新高的时候702块 我请大家做出个获利了结 老师你会不会接回来 有人问说老师你会不会接回来 我这边很肯定的告诉你会 为什么会 因为股票操作 如果说它是趋势往上走的股票 一定有所谓的价差 这个25块钱就是价差 就是价差 拉回以后没有改变的话 我认为趋势往上走的话 我当然会接 我今天直接回答你 我一定会接回来 接完回来之后未来会怎么样 未来会喷 我要的是喷上去 我今天要的不是说这25块钱的一个价差 我认为这25块钱斗定弥钢 没有什么 7月26号来 三级会员卖出去的这档股票 获利多少 28% 要不要接回来 要 今天有没有再创破端新高 那其他的我们就不要再公布了好不好 这个一样三下三档卖出 获利12%回收资金 7月26号 单股会员一样 33.5元上下三档卖出 获利11% 回收资金 准备第二次操作 这个简讯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 甚至7月29号 你长期这个锁定老师节目的好不好 这档股票九结尾的 定价29.5元 上下三档卖出 获利13% 这个股票就不要接回来了 这个长太多了 你就不要再接了 当然今天有档股票 我一样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创破端新高 每个人都赚钱 严老师你有没有卖 我没有卖 我不卖的原因我讲解给大家听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档票股 我在底部给他重压下去 他到今天创新高 我卖掉我当然知道我贪钱 但是我的考量是说 如果我卖掉之后 我可能赚得比较少 那我就不要卖 我就不要卖 我认为他还会涨的股票 我就是会报到底 今天这种简讯给大家参考一下 但是我先声明一下好不好 不要看到这种简讯 或是猜到这种简讯 你自己去动作 本节目仅供参考 但是我的会员 应该都知道这档股票 是哪一档股票 因为这是普通会员的 普通会员的 来 今天普通会员 9点33分 来 工业用的电脑 这档股票尾巴是零结尾的 来 再创波段新高 老师你有没有卖 我没有卖 我随便写在这边好了好不好 我没有卖 你不要一直认为说老师 这个创波段新高了 再创波段新高 你就一定会卖 我没卖 我没有卖 不卖的原因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你认为它涨完了吗 我认为还没有 那我为什么我要卖 我根本就不需要卖 跟这个来看一下好了好不好 来看一下 这个股票来 今天你有没有机会买 当然有了 因为开盘价的话55块7 但是不是叫你今天去买 这个股票你要先布局 布局成功以后这个叫喷 当然你布局成功一定在底部 你底部是重压的 今天来到涨停板 今天来到创波段新高 今天直接喷出去了 你认为要卖吗 我也认为不要卖 好不容易买到一档标股 你干嘛你要卖 不需要卖 但是布局的动作 重压的动作你做了没有 就像上个礼拜三 来7月27号 这支 生机累股 礼拜三 礼拜四休息一下 礼拜五 对不对 今天 今天再上波段新高 今天开盘价的话 还开得很低 71块4 直接拉涨停板 有没有事先讲 重压 有没有 重压 这边拉回一下 还会再上 不要卖太早 真的 这张股票 我们再讲一下 很多人认为说 老师上个礼拜五就应该要卖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 因为上个礼拜五 其实它报大量 6万多张的量 6万多张的量 很多分析师在解这支股票的时候 解的不好 他认为说有赚就要先跑 我跟你讲 不用跑 跑什么 跑什么 我还加码是不是 今天更早 9点37分就直接拉涨停 这个是属于形态突破 这一根就突破了 你认为它报大量 今天对不对 再补量再供一次 股票操作其实 讲起来很简单 你各种形态各种形态 你要每天去做记录 增加自己的一个经验值 但是你那个经验值是好的经验值 不是那种坏的经验值 也不是说每天去看一些基本面 三大报表 看完了以后 你操作就赚钱了吗 骗人了吧 还是说你学了几部 这个什么 K线 军线 布林通道 MACD 就开始探机 我跟你讲 那个不可能的事情 有这么多的指标 出现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在当时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 发明这个指标的人认为说 在这个时候现象 以这个指标来做一个依据 指标都是依据 基本面也是参考的 形态也是一样 终究到最后理论到实战的一个经验 一个分析师要成熟 要从声色走到成熟 真的是一段非常慢慢的一个长路 在这个长路当中 严老师都是非常孤独的 孤独一路的走过来 你要登上这个顶峰 成功是孤独的 要忍受这个寂寞 要每天不断的不断的去 修正自己的一个错误 我相信这市场里面 一百多年来 真的这种奇才真的是很难见到 我不会承认说巴菲特是一个奇才 不是 巴菲特他只是一个比较冷静 他逻辑观念比较对 真正的一个大师 我相信在这1940年代 1950年代 在美国的42街 那个华尔街 充满了传奇的一条街上里面 不断不断的一个上演 有棉花大王 有小麦大王 对不对 还有投机小子 还有李文斯顿 还有巴鲁克 对不对 这些都是当时候赫赫有名的 全世界 我们的股票分析人员的话 都是奉为闺孽 我认为台湾的一个分析师的一个水准 真的是很低 需要自我去做出个提升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期许 我也希望说能够影响到其他人 那老师休假没有事 也就是在家念念佛经 七位半斤要搞 我也不会随便出去 这个念一下佛经 进化一下心灵 冤心在主 稍微对不对 不要老是害人家去睡公园 不好 这个没办法去超度 还是怎样意思 我再讲你懂意思 自己操作不行 代表自己的功力不够 怎样 我再讲你懂意思 比如说 原宇宙 这个还没有长得你可以先买 还没有长得你可以先买 对不对 你今天还是一样再算破断新高 先卖一趟 先卖一趟 这种底部起涨的 发动点可以掌握到的 几乎都是可以赚得到钱 6182建达今天再算破断新高 今天再算破断新高 有没有讲 应该都有讲 7月份的三冠王叫威胜 威胜的接班人还是叫威胜 连续涨停 来 7月25号 对不对 连续涨停 连续四天四根涨停板 我真的很想把这个简讯撕开来给你看 好不好 我看看你能不能看 好不好 看一下好不好 你要看是不是 真的啦 我今天就打开给你看一下 什么叫做操作好不好 来 7月25号 来 看清楚 元宇宙干检谷威胜 连续四天四根涨停板 7月份的大黑马 还会 还会涨 还会飙 持股虚报 看一下 总共三级会员 你有遇到说 四天连续都涨停板 抱得住的吗 没有几个人办得到 那老师为什么办得到 为什么 因为老师判断股票 我有我的方法 在股票还没有涨完之前 我绝对不会卖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了 那当然今天是8月1号 新的一个开始 老师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好不好 我今天一样给大家一个最低最低的一个门槛 我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 每一个人都可以赚得到钱 好我先讲 8月份的一个标王 这档股票 我们会在明天开始 我们会进场布局的 好 那是单股所单 也就是说你手中资金有一百万的 你不要去找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股票 挑个两档三档不用 就直接挑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 前面十位的 就是尤言老师 一对一好不好 我直接通知你 但是轻易保密 好轻易保密 你两百万的话 一样也是做一档股票 我不希望说你的资金太过于分散 我希望你真的能够做到单股重压 单股重压 那单股重压其实最强的股票 就是这档股票的威胜 威胜三级会员 来三级会员 那我们来做 我们只能做不能说 威胜的接班人是谁 威胜的接班人是谁 我今天的话 我会在LINE里面跟大家talk一下 我今天我先讲 我只给大家一次的机会 威胜的接班人是谁 我会公布在这边 也就是你今天直接扫描QR Code的 留下姓名联动方式的 你会知道威胜的接班人是哪一档股票 如果说你要进场的话 我今天会有个最低最低的一个门槛 很低很低最低最低的门槛 我就让大家从8月份开始先赚钱再说 你没有赚的话你未来你不会有信心 7月份最强的是这一支 那8月份我在这边告诉你好不好 今天的话全部都一样 你少来QR Code的你加LINE的话 我们就明天同步进场 明天早上9点半以前 采取一对一直接通知好不好 还没有打电话的 今天电话一定要拨通 这个很重要 威胜的接班人 明天早上9点半以前 一对一直接通知 今天开放最低门槛 直接拨打电话 直接扫描QR Code 留下姓名联动方式 明天明天9点半以前最低门槛 严导师带你进场 打电话进广告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本命头库严分析师 擅长七本命研究 私密完整 拥有20年束缚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就算线 02-2321-9933 2321-9933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 开出书念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期待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请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八月份的行情 其实它是属于一个 先蹲后跳 但是回挡的一个幅度非常小 只是说这个成交量 可能比较萎缩 所以说投资人 现在他会觉得说 老师这个大盘没有量 等到这个未来 这个蹲完之后 小拉回之后的话 这个大盘补量之后 它会直接喷上去 但是你要注意到 哪些股票会涨的 才是你在八月份 能够制胜的一个关键 那你说对不对 老师这个航运内股 有没有机会 有 但是买卖点很重要 就跟今天的钢铁 它开始发动 但是你要去看它 未来有没有延续性 那当然我们明天早上九点半 要进场的这档股票 我真的观察它很久 我观察它很久 第一个 形态上面非常完整 是属于一个多方的 多头排列的 未来还会再继续翻倍的股票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 推给大家来做出一个共襄胜局 但是我这边还是要先讲一下 不是会员的我们没办法带 你如果扫描QR Code 你如果打电话麻烦你 我们有个最低的门槛 你一定要过得了这个门槛 这个门槛你都过不了 我们不会带你住好不好 要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 就像当时候对不对 这个券支笔开始涨了 外资开始买了 你还在看 你就说老师这个 我来不及上车 我这个对不对 涨太多了 你看到老师的简讯没有 我给你看都没关系 你看一下 什么叫做涨太多了 一二三四 四级会员 百分之八十的会员都买到了 百分之八十的会员都赚钱 你是研导社会员 四级会员都大赚吧 你要领先大家 你就必须要买在低档区 你就是要买在这个地方 今天的广计再创波段新高 之前的益德不是吗 一样是大赚的 那大概这个八月份 老师有档全新的股票 我就在今天的话 跟大家来结个缘好不好 今天最低最低的门槛 最后一次机会 你要好好把握 今天把电话要拨通 老师说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听 拨通的电话很重要 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威盛的接班人 明天早上九点半 准时进场布局 之前都大赚 对不对 老师恭喜你好不好 那当然今天最低最低的门槛 代表颜老师的一个诚意 错过了今天 你还要再等一年 等一下电话拿起来拨 还没有扫买QR Code的 麻烦你赶快扫描 威盛的接班人 明天早上九点半 以前一定会一对一直接通知 好好的利用这个QR Code 老师直接通知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曲来本 kennt因为 森套 母公自负投资 上年独立家 人生動不動都在競爭 打敗懶得動 動不動就愛水瓣牛 扣西大盤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進洞服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待進保證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績效 靈活攻守 是您追求財富路上的良師溺友 就專線02-2321-9933 2321-9933 輪圓投戶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步棋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輪圓帶您引爆投資最佳企蹊 贏家專線02-2321-9933 2321-9933 現在上Youtube訂閱